第761章 末战 开战之前 李霞想了很多 包括从高职城冲到猛军阵中这短短一段路 他想到了家中刚出生的孩子 想到隆熙那些死难者 也有孩子 想到也许自己做的并没有最好 当真冲进了战场 用长硕捅翻敌人 腥臭的血泼到脸上 反而能不再患得患失 由此感到了内心的平静 开始心无旁骛 他在厮杀时没把生死胜负看得太重 专注的是厮杀本身 每一次长硕次出都务必尽到全力 敌兵的性命在李霞眼里变得更像是得分 他收割时不带情绪 认真 无情无念 这种认真看在敌兵眼里反而更为可怕 除此之外 他还有强大的体力 熟练的技巧 精良的盔甲 神骏的马匹 冷静的心态 精锐的轻卫等等 种种条件相加 使得战场上的李霞显得尤为不可战胜 此时眼见李霞破阵 一名猛军百夫长便向他迎了上来 这百夫长身形如同铁塔 跨坐着蒙古挨马 仿佛脚已踩在地上 显得尤为不伦不类 但当他冲到李霞面前 奋力抡起打头锤砸下 战场上已无人觉得 这位百夫长骑马的样子可笑 只剩可怖的气势 然而当李霞直起马朔挡住打头锤 又猛地将朔坚往这猛军百夫长喉咙尖送的时候 那巨人般的蒙古勇士瞬间便涨红了脸 噗 那蒙古百夫长虎口惧痛 马朔终于还是猛地劈开他的皮甲 李霞迅速收缩 闪电般又是一次 那蒙古百夫长钟寿的一瞬间竟是一勒缰绳 掉头就逃 他是老猎人了 对威贤有最敏锐的直觉 不是什么野兽都能成为猎物的 只这一交手 他就已经感觉出来 这个宋军主帅的凶狠可怕 换句话说 他怯了 逃了 这一逃 对于整个蒙军正式而言 并不如被李霞一朔捅死 百夫长一逃 其挥下数十人也迅速掉转马头 拼命向东北方向撞去 必胜 必胜 宋军再次欢呼 一切发生的都还很快 宋军增援 李霞 破阵 蒙将领着人逃兵 撞向蒙军阵中 阿树还没来得及反应 阿树正在迅速地估量战场行事 他处于军阵居中偏前的位置 若想要尽快脱离战场 便可先行 离开 让后军突围后 自行会合即可 蒙古骑兵与一般的兵马不同 特点是 聚如秋山 散如风雨 旨期 约日 万里不特 就是 哪怕被完全打散了 也能很容易聚合 铁壁猎在拱昌城下 抛下半数人马 便逃 最后人马 也都回来了 但李霞 既已亲自冲锋陷阵 阿树也很担心 自己这个统帅一逃 军心 若是完全丢了 真成了大溃板 干脆先杀了李霞 蒙古人数更多 完全能为杀 阿树扬起弯道 高升请长升天赐福 驱马 必要亲自杀过去 需要他这个统帅 上阵 极力士气了 阿树 铁壁猎 以纵马上前 拉着了阿树便喊道 不能再拖了 宋军一定还有援兵 快撤吧 阿树有个规矩 私下里说什么都行 但战场上他下了军令 最讨厌别人 多嘴 铁壁猎 这次又犯了他的机会 阿树已冷冷扫了铁壁猎一眼 正要开口 必胜 必胜 宋军再次欢呼 隔着百余步 那股振奋之势 却很逼人 像是扑面来 阿树转头看去 只见李霞的大道前进得很快 竟有要杀穿猛军的架势 杀穿敌阵 没什么大不了的 阿树就无数次杀穿宋军的大阵 但今日 竟是换成蒙古骑兵的阵型 被宋军杀穿 这让阿树怒火冲天 铁壁猎感受到了阿树的可怕怒意 心中不由惶恐 你说的有道理 阿树忽然这般阴亡 之后 他抬起手 大声鹤令 不止 很快 如鸟鸣般尖锐的孤鬼之声响起 阿树不再理会李霞 而是继续驱中军 向杨奔锁部杀去 先杀宋军防线 保证能从潜水源向北突围 而处在后阵的蒙古骑兵 则是纷纷散开 向西面拉开距离 尽量利用马速移动起来 简单而言 阿树就是放任李霞切割猛军 也要先保证退路 或者说暂避了李霞的锋芒 先歼灭东北面宋军 再回过头来 合击李霞 不是阿树胆小 而是这更符合猛骑的战法 他恨不能亲自上场 与李霞决一死战 但得先保证能够退兵 能退兵就是胜利 他已下定决心 只要这次能脱离 必要绕到川西 杀得天翻地覆 高直城头上 董文用眼看着李霞的大旗 不断往前 终于是杀穿了猛军大阵 他压抑的张大了 嘴许久没能合上 脑子突然便想到了一句话 太宗将萧綦树石入贼阵 于是王师表里其分 正是在这潜水源 唐太宗也曾亲自陷阵破敌 此情此景 只能说是 李霞故意效仿 未免幼稚了 董文用嘴里 喃喃着幼稚 目光移过战阵 望向东北面堤潜水源 又一回来 看着那杆大道 不由发起呆来 许事巧合吧 入关中的道路 一共就是这几条 故而潜水源 再次成为战场 李霞确实也有这份勇武 其人胆量也实在是大 董文用想着想着 从潜水源 联想到了大唐盛世 又联想回当今这乱世 再低头一看 自己已是俘虏之身 前路茫茫 或是天命所归吧 一念至此 董文用深感羞耻 也觉得自己的联想 实在是荒唐 幼稚 喜欢陷阵破敌 便是天命所归吗 但这陷阵破敌 也不是轻易能做到的 董文用摇了摇头 眼神惊矣起来 自语道 真能胜了 再谈吧 再望向战场 只见猛军已被宋军分为三段 此时战场上最激烈的 是最东北方向的潜水员 阿树的帅旗 也已压上前 正在亲自冲阵 猛攻扬奔所步 阿树杀人时 确实薄无怜悯之心 他在还很小的时候 便开始宰牛 牛是知道自己要死了的 看着人的时候 眼睛里会哀求 会落泪 若一直看他看得久了 便容易不忍心 把他送去长生天 当年载住突辣河畔 老麦的素布台 如此告诉年幼的阿树 长生天的力量 让阿树消除了杀生的痛苦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到如今再回想 就显得很可笑 阿树早就习惯了杀人 不杀都觉得不习惯 他冷血 残暴 试杀者的气质 是真的能被感受到的 在任何与阿树交手的人看来 他都是个非常可怖的敌人 扑扑 阿树拿的是一杆长旗毛 一冲锋 便刺翻了两个宋军骑兵 之后便直冲杨奔 将决 杨奔正在指挥兵马应对猛攻 忽听一名宋兵大喊一声 他回过头 便见到阿树 已竖然杀奔到他附近长旗毛 正狠狠扎下 刺翻了提醒他的那个清兵 杨奔大怒 当即迎向阿树 然而阿树看似来寻杨奔诺战 才冲到面前 却是身子一扶 他身后一名猛军迅速放箭 搜 一只冷箭正中杨奔皮甲 将他定落马下 杀呀 猛军既受主帅的鼓舞 又是极拙想要杀破杨奔的防线 以示士气大振 奋力涌上来 而杨奔中了箭 被轻卫拖着不断后撤 抬眼只看到猛军不断在向前推进 将军 守不住了 再称一会 长生天保佑草原女 声声不息 猛军也在高声呼喊着 为了杀出潜水员 而振奋不已 阿树终于咧了咧嘴 稍松一口气 一是认为自己 得到了长生天的保佑 然而 前方本要败退的宋军 忽然又欢呼起来 阿树一听 心里便是一凉 料想是宋军又有援兵到了 回头一看 如他所料 李增伯的大旗 已一意而来 阿树岁觉得那种 自己像是一个猎物一般的感受 已经越来越浓了 第762章 断腿 与 陆小友勒住缰绳 放慢马速 驱马越上一个小小的台园 之后 逃出望筒 向前方那正在厮杀的战场望去 喊杀声不鲜 隔着千军万马 能看得到李侠那高竖着的大盗 他还看到了红黄蓝白黑的五面将棋 知道其中那面蓝色的 便属于李泽宜 陆小友 虽很为李泽宜感到骄傲 他认为 李泽宜往后的军功 一定能超过他 且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因为他知道 李泽宜比他有本事 有本事的人当然得出头 才放下望筒 便见李增伯 也以越马上来 李增伯从拱昌出发 走的是翻虚口道 这一路颠簸来 陆小友看在眼里 实在担心老杰帅的 身子骨会散了架 大帅请看 李增伯接过望筒 看了一会 却并未马上下令进攻 而是重新调整了阵列 之后才调遣兵马支援李霞 每招过一个将领 他都不厌其烦的反复交代 困兽游斗 虚为三却一 放猛军走南面活口 缓缓逼近 阵型不得散了 以免将猛军逼急了 冲乱我方阵列 或掉头反攻东面 这片战场不大不小 潜水源之战时 双方十余万兵力也摆得下 但它终究是古道 称为金河古道 或是萧关古道 西面是关山 东面是紫武岭 北面是黄土高原 唯有金河与几条支流 穿过的河谷 还算开阔 可以兴军 他没有数到那么难走 但本质上还属于山谷 阿树的这支猛军 已被堵在山谷中 留金索 杨奔堵住了他们 往东北的去路 李霞从中间 将他们一分为二 李增伯则从西面围堵上来 若是从天上看 就会明白 东 西两边的猛军 应该同时骑攻李霞 但战场上的将军 与士族 只能从他们的视角看 不可能看得到 完整的战场局势 东边的猛军 放眼看去 看到宋军的防线 已被他们 冲得支离破碎 马上便能突围 西边的猛军 只看到自己被宋军包围了 必须要尽快散出去 这种情况下 已没有任何人能号令 被分割开来的两部分猛军 同时合攻 李增伯 要做的 便是先歼灭西边的猛军 他以往打仗 就好像是守着一间破屋来防狼 拼了命地定窗户 一不小心 便让狼窜进屋中肆虐 而这一仗 他是猎户 这里便是他的陷阱 现在狼已在陷阱里 可以套住他的后腿了 阿树一看李增伯的旗帜过来 已是大怒 他不是要弃掉一半的兵力 而是打算先歼灭 堵路的宋军 再围杀李霞锁步 李增伯太快感到 让他有种被扯住后腿的感觉 恨不能一脚 将那老东西 踹死 再拔腿而走 但暴墓归暴墓 阿树早已联络不了 被分割的那部分猛军 只能任他们被李增伯 包围 像一头狼 被套住了后腿 且已失去了知觉 阿树只好一口咬断了自己的后腿 拼命跳出这个陷阱 这一口咬得鲜血淋漓 他已发了狠 他今年28岁 从体力到抑制 都是最巅峰的时候 他是一头最强壮的狼 已被陷阱激怒 且是最暴怒的时候 呲牙咧嘴 夺人 而是 扑 阿树的长旗毛 借着马匹的一点 近距离 冲势 轻而易举地刺死一个宋兵 他一扯缰绳 马匹拐了个弯 避开前方列阵的十余个宋军 身后的猛骑已撞上去 撞乱了这十余宋军的阵列 阿树 马上右拐回来 长旗毛乱统 突破这一层防线 马蹄下的尸体和伤者 渐渐增多 他就这样领兵突进 这也是阿树从容以来 打得最激烈的一战 蒙古军队 其实是很少打硬仗 他们擅长使用俘虏和仆丛军 去消耗敌兵 通过屠杀来恫吓敌兵 利用骑兵的优势 不停削弱敌兵 总而言之 猛军战术的关键 始终在于 成敌历劫四个字 成敌历劫 便是掌握主动权 保持以强击弱的状态 阿树深谙这种战术 因此 一往每次败都是小败 每次胜都是大胜 他号称不败 却从来没像今日这般惨烈的拼杀过 战到中午 潜水员已被鲜血染红 这是今日伤亡最惨重的战场 杨奔 刘金锁两部兵马 占了地形的优势 且更擅长于 近战肉搏 因此 杀伤了颇多猛军 而猛军是拼了命的要冲杀出去 同样也给宋军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一个个想斩杀阿树的宋军兵士 孝将倒下 此时还怒目原睁 带着不甘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想立一个斩杀都元帅的大功 也有许多人单纯是因为痛恨蒙禄 这些大部分是从川鼠来的 也有少部分是冲西 兵士 看到家乡被烧杀强弩 而心生恨意 可惜 未能遂意 战场之残酷 一方面是 残酷在冰冷的铁器 会披在人身上 任何一个柔软的地方 生命毫无尊严 另一方面 则是他永远是无情地碾压过来 哪怕有人拼命想保护无辜 拼命想斩杀恶徒 他不管这些 向园上撤 刘金锁大吼一声 尸横遍地 只他麾下 便有近千人的伤亡 只能撤了 混乱中 刘金锁转头 向杨奔的旗帜望去 目光找了一会 只见杨奔半片 身子都是血红 游抢了一匹马 想去追阿树 他连忙命令青卫去拦住杨奔 阿树 终于杀穿了潜水员上的宋军防线 杀出了一片升天 他领着六千兵马 冲向金河与蒲河交汇处 准备越过河 往北到青阳府 走青阳掩马古道就可以 阿树对涌东地势很熟悉 因为到六盘山祭祀成吉思汉 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盼着被李增伯围堵的 兵马能散逃回六盘山一半 如此一来 还能带八九千的兵力回梁州 那么 纵观整个战事 拖住了李霞 为让其响应离毯 而他杀入龙西间敌五万 想到这里 阿树也懒得再给自己找回体面 因为败的实在是太惨 也只有斩杀李霞 才能挽回这场败事 这念头一闪而过 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这次时机不好 下次吧 等下次大汉调遣大军来攻 到时 必可斩杀李霞 也要不了太久 金河河谷开阔 通常山谷宽一里以上 金川这边 则有五六里 策马奔过这几里地时 阿树心中又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 但他近日的预感都太过准确 此时最努力不去想 以免又猜对了 终于 他望到了金河 仔细观察对岸 并未发现宋军 黄土 台原上树木并不茂密 藏不住浮兵 阿树有些意外之喜 他本担心李霞会设一只浮兵于此 但没有浮兵也不意外 毕竟他从河州杀到这里 也只花了半个多月 留给李霞调动兵力的时间 本就不多 下马备战 准备渡河 趁着宋军还没追上来 阿树迅速下令 将士下马在河边列阵迎敌 同时命人渡河拉飞环 飞环便是连结两岸的绳子 金河水士并不算汹涌 士族们拉着绳索便可过河 马匹也可求水 仅仅安排好这些 阿树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李霞那杆大道已开始向这边移动 竟是这么快 必要追了过来 这次阿树没有再避战 已避无可避了 背水一战 打便是了 他不急不缓地包扎着伤口 抬头看着自己的大道 嘴里喃喃嘀语着 请求长生天的保佑 他坚信长生天会让他活下去 就像以往的每一次战争 第763章 粗暴 李霞分割了猛军之后 本想与李增博合力歼灭一半 再歼灭另一半 但阿树既已杀出防线 他得马上率军追击 因此 只好让李增博负责独立歼灭 被分割在西面的那只猛军 此时 这些猛军骑兵正在向南面逃窜 他们大概是想借着骑术 在一个个黄土台原中绕道 以为这样就可甩脱宋军的包围 但李增博布置包围的时候 其实是特意留了南面的山谷 允许猛军逃窜 这不是新鲜的战术 蒙古骑兵 为了降低敌人的抵抗意志 每次包围敌人时 都会贴心地在包围圈内 让出一个缺口 让敌人逃 他们在轻骑追击 一路砍杀 李增博也差不多 但有一点不同 他给的是死路 所以 高职城南面看似宽阔 但阿树就从没想过 从这边突围 一对对被分割了的猛骑 绕过一个叫洛剑园的台原 本以为逃出升天了 却听得水声传来 再往南不远 一条河已显在眼前 河鸣黑河 是金河的支流 河对岸 有一只宋军正在那里 在调整着闯弩的方向 逃命的蒙古骑兵 纷纷勒住缰绳绳 来不及了 so 闯弩射出的硕大弩箭 已穿进了他们的身躯 同时 号角声也在黑河北面响起 随着李增博一声令下 宋军已齐齐向前杀去 这一刻 有许多盟族们 已经并不凶狠了 反而显得惊慌失措 有些可怜的样子 人在面对死亡时 都懂得哀求 但宋军将领们 尤其是不久前 才守过拱昌府的陆小友 看到这种哀求的眼神之后 反而更加大目 他脑中浮现的是 守着拱昌城时 看到的那一句 聚在陶罐里 被烤成油的尸体 压抑了两个月的愤怒 终于得以释放出来 沙鲁 宋军齐声大吼 沙相 猛军 在潜水员作战 有一个结果 往往与过往相似 如旧唐书所在 头剑骨而死者 不可圣计 相比在黑水河边 群龙无首的猛军 金河畔的猛军 有阿树这个主帅 局面好了很多 阿树让骑兵下马不战 在很短的时间内 布置了一个防守阵列 猛军很少不战 但在遇强敌之时 也会如此 比如 木华黎便有两次不战 且还是在主力会战时 第一次是神水县之战 他命半数兵力下马放箭 配合骑兵 斩首锦州军阀 一万二千八百余击 第二次是黄陵刚之战 当时两万金军列阵河岸 适宜死战 木华黎令其下马 引箭齐发 大败金军 逆死者重 今日 阿树遇到的对手 比金国末年时的金军强 强得多 当这个念头浮现出来的时候 他突然潜意识到一个问题 大蒙古国面对的 好像从来都是些衰弱国家 似乎很少遇到哪个正在兴盛的 摇了摇头 阿树把这个该死的念头 从脑子里驱出去 总之 他得步战迎击李霞了 这种地形 没有藤罗的空间 步战便更具优势 猛军士族砍杀了受伤的战马 堆在阵前 士族们就站在马师后面 张弓搭箭 双方距离渐渐靠近 终于 箭矢骑射而出 比在骑射时更为有力 射程也更远 嗖嗖嗖嗖 咚咚咚咚咚 箭雨落下 宋军士族举起盾牌 格挡着 缓缓向前推进 同时也以 箭矢 霹雳炮 还击 宋军后方的一个黄土 台原上 李霞正在观战指挥 他并非是累了才没有冲锋 而是在阿树突围之后 战局有了变化 须重新调整 先是命令 刘金锁 扬奔两步兵马攻阿树正面 也是下马步战 李霞这边 则剩下不到三千的骑兵 分为两队 他先命令 择一绕到左翼 等待号角 诸将各领了命令 开始 推进 李霞 拿起望筒 向金河上游看去 许久 直到望到有几艘小船 从斜对岸滑出 并有旗帜晃了晃 他才下令吹响号角 随着这号角声 李则一攻向猛军左翼 而金河上的小船 已冲了下来 冲向猛军 好不容易在河上拉好的飞环 宋军士族们立在船头 毫不留情的挥刀斩下 轻易便将那些 飞环斩断 猛军一片哀嚎 他们逃命的路 就这样断了 本以为河对岸没有伏兵 然而伏兵却是在上游 不是所有列阵于河边的战斗 都叫背水一战 比如黄陵刚之战 金兵便是列阵河岸 是以死战 还是被沐华黎杀的大败 逆死无数 置之死地 需要有极强大的意志 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否则就是死 到了考验猛军意志的时候了 李霞踢了踢马赴 驱马下了黄土台园 迟到另一队骑兵前 这队骑兵则是胡乐根率领的 眼见李霞过来 以默契地跟上 随郡王杀敌 违背了长生天意志的 他们不配身为草原人 胡乐根一边跑一边喊个不停 马匹小跑渣 渐渐加速 冲向猛军的右翼 李霞威俯着身子 护着面门 任剑矢射落在盔甲上 他忽然想到 上次与阿树交战 还是在杀了乌梁河台之后 阿树领兵追来 那次 庆福军死了很多人 今日也死了很多人 当年只是数百人作战 如今 则是数万人 死的人更多 当年 李霞被阿树 追得游过长宁河 才得以活命 今日 他则不打算让阿树游过金河 以免还要再一次交手 死更多人 甚至是更多 无辜之人 想到这里 李霞已冲到了猛军右翼 他开始心无旁骛地 亲自冲阵 为了以更小的伤亡 获得更快的胜利 夕阳如写 这已是李霞今日第二次冲阵 第一次杀穿了猛军 阿树仓皇而逃 而这一次 阿树已是毫无退路 与猛军而言 当敌方主帅屡次陷阵 唯有阿树亲自去迎击 才能震一阵士气 否则猛军要不了多久 必要溃败 不 猛军溃败 似乎已成事实 阿树不再去想 这些 将胜负生死全都抛开 总之是杀了李霞 一切都好 杀不掉的话死就死 也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 有长生天保佑 让开 让开 你们绕过去 阿树大吼着 扑向李霞的大旗 他要亲自杀上前 给草原上的勇士们 提心力 统帅 奋勇 士族才能奋勇 他是肃不台之孙 是成吉思汗的四敖之一 肃不台的孙子 继承的是敖狗一样的凶狠 距离越来越近 阿树已能看到李霞 正在放肆屠戮 猛军士族 阿树紧紧握住长旗毛 举起 续满了力 猛地向前志去 杀呀 长旗毛飞出 志向的是李霞的战马 李霞早注意到 阿树的旗帜正在过来 一听风声 扯过 缰绳便躲 长旗毛正中 胡勒根的战马 一升马丝 胡勒根摔下马来 盲指挥士族 上前保护李霞 阿树 更快 已经就地一滚 滚到李霞马前 拔出弯刀 便斩马腿 李霞再次勒住缰绳 让马匹抬起前提 同时手中 马朔扎向阿树 铺 马朔迅若流星 静止捅穿阿树的大腿 李霞奋力一顶 马朔刺得更深 将阿树钉在地上 啊 阿树中怒吼着 一翻身 躲过胡勒根 一刀 反手劈开胡勒根 而他腿上的皮肉 也硬生生 被他从马朔上扯破 血柱 由下往上飞喷而起 扑 灰绿绿绿 血柱从马腹中喷出 见了阿树一身 李霞胯下战马 一声悲鸣 扬起前提 倒地 马朔还钉在地上 李霞连忙松手 月下战马 一道血红的身影 已扑降 上来 寒忙一闪 阿树扬着弯刀 奋力斩下 李霞才落地 连忙侧身 弯刀已披进他盔甲的缝隙中 血站出 同一时间 他已拔剑 一剑挥砍 静止斩在阿树手上 阿树四个指头被斩落 接连落地 当地一声 弯刀也掉在地上 与石头碰了一下 周围的猛兵 送兵才反应过来 纷纷抢上 阿树剧痛 以奋力一扑 将李霞扑进猛军阵中 杀了他 杀他 死啊 死啊 蒙古语的呼吓声中 阿树拼命用带鞋的手 去摁住李霞 以攻猛足斩杀 李霞 力气大击 一手挥剑乱斩 一手推开阿树 阿树也是力壮 无比 但脸色仗得通红 呼 呼 两人都在喘着粗气 像是两只野兽 区别在于 一个坚决 一个疯狂 最后 阿树还是没能摁住李霞 又被李霞头盔 一顶 鼻血长流 李霞 以就地一滚 躲过一柄 长其毛 阿树不放过他 又扑上来 左手捡起一只剑 便扎在李霞背上 剑矢卡进甲咒当中 李霞吃痛 反手一剑 因双方都是盔甲 精良 他每一剑 都是像着这样 无甲覆盖的地方 这一剑毒辣 正刺进阿树眼中 噗 这一下痛不欲生 阿树如厉鬼般惨叫 竟是还拼命挥动手里的剑矢 意图刺死李霞 李霞 已退 脚步如行云流水 两步便退进宋军阵中 阿树已杀疯了 不管不顾杀将过来 李霞 又是一剑刺出 刺伤阿树握剑的那只左手 几个宋军 上前 连接劈砍阿树 阿树接连重伤 惨叫不已 满脸都是血 简直形如鬼魅 蒙族们大害 拥上杀退宋兵 抢过阿树便逃 他们才转身 李霞追上 一剑刺进阿树的西弯 阿树摔倒 竟是还能用腿一脚 以最大的力气 脚落了李霞手中的剑 他是欲受伤欲凶狠 马上用那被捅穿了的左手 拾起一柄弯刀 还想要斩李霞 李霞 以抢上 一把 奔住阿树的手 一拧 夺过弯刀 静止斩下 从阿树冲到李霞面前 再到此时 一共也不过只过了几期时间 周围的宋军 猛军士族们 也就各来回了几步 而这一刀斩下 持续了一整天的战事 终于有了结果 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到 就像阿树这个人本身 至死 阿树都以为长生天会保佑他 就像过往的每一次 但 战场很残酷 残酷的是 数万人 数十上百万的无辜冤魂 凶手 也只有一条命来尝 尝不起的 只有结束他 换新的秩序 李霞说不上这一刀斩下 是怎样的心情 他坚定 始终向前看 但一定也是 带着愤怒的 噗 血从脖梗中喷有 噗噗噗 剑得到处都是血 腥臭的厉害 一颗桀骜不驯的头颅 被提了起来 第764章答案 当阿树指挥猛军 与宋军熬战时 铁壁猎正在准备渡河 他不会游泳 一而背了符囊 就是将羊皮完整包下后 扎紧在吹鼓起来的气囊 猛军行军 时常有鞋带 用于渡河 只要把符囊拴在叶下 趴在上面 再拉着飞环 足以让他带着 资重安全渡过金河 然而宋军的小船 顺河而下 斩断了飞环的同时 箭矢射来 马上便射破了 铁壁猎的符囊 吃吃 铁壁猎看着堆在岸边的 一个个符囊撇下去 发了一会呆 不知如何是好 周围的沙喊声 摇山倒海 他回过头望去 只见阿树的那杆帅旗 正在向右翼移动 靠近了宋军主帅的那杆大道 背水一战 一定能斩杀敌将 到时在渡河 也是一样的 长生天 保佑草原儿女 生生不息 铁壁猎正想着这些 阿树那杆大旗 已缓缓倒了下去 阿树已死 阿树已死 宋军那边 有人气喊起来 高声地重复着 这一句简简单单的盟语 之后 一个人头被高高举起 隔得远 铁壁猎看不清楚 只知道以阿树的脾性 是不可能 容许敌人这样羞辱他 如果是假的 一定会不管不顾继续冲杀 而现在 又一拳乱了 那看来 阿树真死了 铁壁猎只觉脑子里嗡的一下 一片空白 整个战场如此炸开来 猛军已立即陷入了混乱 他们若是骑着马 还能驱马逃 但此时是下马不战 混乱中 连找到马匹 跨上马背的时间 都没有 逃也无路逃 北面临着金河 而其余三面 都有宋军杀过来 很快便有人跳进金河 试图涉水到对岸 金河这种河 它不像黄河 长江一看 就波涛汹涌 金河看着 就平静得多 长水期 河水凳清 水深 也就半人高 看似可涉甩度 但过金川之后 这一段 古窄暗斗 与蒲河汇流 水力增大 河道多跌水险滩 急流瀑布 何况 如今还是九月 汛期才过不久 宋军的小船 停在河道中央 以竹高撑着 撑高的船夫们 最是清楚 这河能不能够射耍过 其中一人叹了口气 难难道 真以为能跑得掉吗 没人在乎 这个船夫说了什么 前方密密麻麻的 蒙军士族 听不到 也听不懂 放箭 张顺大喊一声 自己却没张公 而是拿起一根 长长的鱼叉 等待着蒙军游到他面前 然而 大部分的蒙军 是到不了河中央的 水 还未没到他们脖子时 脚下一枚站住 呛了低口水之后 河水便开始吞噬 他们的性命 箭矢扑洒而下 蒙族多是把盔甲扔在岸边 只能以皮肉迎接箭矢 鲜血 很快把河面晕成了红色 更大的杀伤 在于重箭的 蒙族一慌张 便逆了水 呼喊着 挣扎着 慢慢在水中窒息而亡 而他们在逆亡这个过程中 展示的痛苦 给了同袍更大的恐惧 连没重箭的蒙族 也被扯倒 在河水里 窒息 疯狂挣扎 越发窒息 便是有少数 能游到河中央的 宋军的鱼叉 也会毫不留情地扎下 扑 张顺的鱼叉 每次扎下 都能带走一条性命 并非是每次都刺中要害 而是只要刺中 对方就不能 在水里活下来 杀戮成了很简单的事 张顺又是听老人说 端平三年 猛军图他的家乡时 杀戮也是很简单的事 猛军一人赶十人 将他们赶在街道中央 长矛 齐同 扑 扑 惨叫声 在张顺耳边回荡 也在他心里回荡 夕阳在西山边 投出的最后一道余晖 硬的江面 红得可怕 头剑骨而死者不可圣计 史书上简简单单一 句话 今日复现 其实是人间地狱 铁壁裂脚 已踩到了河水里 望着前方可怖的情形 猛地打了个寒颤 河水太凉了 他于是召集身边的素卫 重新穿上盔甲 杀了几个溃兵 抢了马匹 沿河往下游 天色渐渐暗下来 几骑素卫护送着铁壁裂 冲出猛军军阵 悄然逃离 会 夜色中 马匹碑丝 砰的一声 铁壁裂摔倒在地 便见宋军箭矢射来 他的素卫们惨叫起来 铁壁裂盔甲上 也中了两箭 幸而盔甲后时 未伤到要害 他捡起弯刀 站起身 招呼还能动弹的轻卫 迎向了宋军 他 贝儿之精 铁壁裂 成吉思汉之曾孙 窝阔台汉之孙 西凉王阔端之子 留着黄金家族高贵的血液 只要杀相懦弱的宋人 一定能赢得胜利 长生天保佑着成吉思汉的子孙 本以为 前方只是一小队 寻味的宋兵 没想到冲上前一看 月光下 能看到这里竟是宋军刚扎好的营房 短短的房线上 有密密麻麻百余人 铁壁裂一愣 不等对面宋军动作 他膝头一软 一跪倒下来 我投降了 这句话 他却是用汉语说的 铁壁裂也忘了自己 是何时学会的 但总之是学会了这句话 虽说话时 口音十分奇怪 出乎他意料的是 宋军里竟有人用蒙语喝了一句 这一战 我们不接受俘虏 把他们杀了 铁壁裂又惊又喜 连忙喊道 我不是普通的俘虏 我是成吉思汉的子孙 当胡乐根听说俘虏了铁壁裂 大乐 他兴冲冲策马赶到下游的营房 准备亲自带齐去见李侠 面对这个黄金家族的子孙 胡乐根稍保留了些许礼貌 没有多加折辱 只是用绳索捆着铁壁裂的手 拉着他跟在马后 马速并不快 胡乐根在意的是与昔日的草原主宰 宣扬他的信仰 你们知道你们为何会败吗 面对这样质地有声的质问 铁壁裂蒙了好一会 抬起头看向马上的矮个子 也不知这个叛徒到底是什么出身 但一定是某个与黄金家族有仇的部落酋长 我们应该办 铁木珍的屠杀已经背弃了长生天 他才是草原的叛徒 他折断了通天屋的脊柱 不再听长生天的指示 他屠露世间的生灵 已经触怒了长生天的意志 故而长生天子降于世间 要成为新的天克汗 胡乐根最近一段时间 与许多俘虏探讨蒙古的历史 加之被李侠的一些观念熏陶 因此有了对铁木珍的看法 形成了他对清明苍天教的独特理解 若不是打仗太忙 他真希望能找点时间 与郝老道长探讨教义 在军中 对教义有这样理解 而且愿意与他探讨的人是不多的 此时遇到了黄金家族的子孙 胡乐根心情复杂 记怀揣着过往的敬佩 又有了新的不屑 他很努力地想要说服对方 以证明自己是对的 于是尽量驱马 在铁壁猎身边 滔滔不绝地讲述 口沫如雨水般 撒得铁壁猎满脸 铁壁猎听不懂 也没打算听懂 却放下了黄金家族的骄傲 陪笑道 幸好听到了胡乐根将军 为我讲述长生天的意志 原来我的阿布病死了 是因为他信奉了喇嘛 背弃了萨满 不 你没有懂 胡乐根大吉 翻身下马 继续滔滔不绝 铁壁猎 只好道 对对对 我们做的一切都违背了长生天的意志 所以败给了伟大的天克汗 请胡乐根将军 能为我求情 允许我献上忠诚 胡乐根终于说服了铁壁猎 很是兴奋 铁壁猎求情 铁壁猎心中烧安 他认为自己是有用的 他毕竟是黄金家族的子孙 李霞想与胡壁猎议和也好 想到阿里布哥联络也好 甚是想往梁州扩张 他都有大作用 但他等了许久 这一夜 却并未见到李霞 直到两天后 他被带到了金川县 依旧没见到李霞 而是被捆着压到了城头上 面对着近两万的宋军兵马 宋军显然也是刚收拾过战场 扎住到金川城 风吹过城鸥 带着乌叶声 铁壁猎心中泛起非常不好的预感 他目光看去 能看到有些宋军额头上是 扎着白布的 这场面 太过于像一场祭祀了 但没有看到萨满和祭品 这是做什么 李泽怡难难道 宣扬 胡乐根答道 他按着刀站在李泽怡身边 眼神却是比之前还狂热了许多 宣扬中心不分汉人与蒙人 你明白吗 李泽怡皱了皱眉 道 好吧 别和我说话了 草原来的信徒胡乐根 胸怀越来越宽广了 忠诚于天可汗的信念 胡乐根道 而你 只懂得忠诚于前途 风胡子 李泽怡 转头一看 见懂文用 你被压过来了 道 来了 你开始吧 胡乐根兴奋起来 大步走上城头 他看向龟翼营的士族 当先大喊道 将士们 你们有人是从草原来的 有人是从西域来的 孝命于我亡 但不知我们与汉人的区别是什么 当看到你们的族人出现在敌阵 你们分不清 为什么他们是你们的敌人 到底谁是胡人 谁是汉人 今天 胡乐根来告诉你们 第一条 保护生灵者 便是我们 自己人 残害无辜生灵者 就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敌人 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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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翼营士族 最高声大喊起来 他们需要界定 自己是谁 龟属感 该落在何处 但不需要太复杂的规则 要用最简单 清晰的规则 第一条就是这样 精卫分明 胡乐根 以一把零起铁壁链 放声高吼 这个 是阔端之子 铁壁猎 令阿树杀入拱昌 土五万 生灵 杀 杀 杀 铁壁猎已亥然变色 他终于知道 今日的祭品在哪里 于更多人而言 这不是祭祀 而是承见 刘金锁 报三 陆小友等人 各自领着人 站在城外 猎城 方阵 抬头看着城头上 胡乐根的叫嚣 已有些不耐烦 娘的 锅造个没完没了 老子麾下的川冰 还等着上去 一人一刀 更远处 董文用抬头 看着这场面 转头向李霞道 当众虐杀 黄金家族的子孙 你会 虐杀称不上 与他有仇者 一人一刀 报仇血恨 应该不算过分 你会触怒蒙人 陛下会 李霞再次打断了 董文用的话 反问道 你很害怕蒙人 董文用语气一致 不知该如何回答 李霞抬手 指了指城头上 阿树的头颅 以及被 挂在那一杯 割了几刀 正在哇哇大叫的 铁壁猎 那我来告诉你 那种需要靠屠城 来动和敌人的军队 一开始 就是外墙中竿 只是野兽而已 也只能吓下 你们这些软弱之人 在他眼里 阿树确实只是野兽 铁壁猎 虽然弱险 也是野兽 并无更大的作用了 董文用默然 叹息一声 他目光望向了城外 像是在望向潜水员 金河 黑水 在那里 不计其数的猛军尸体 还堆在那里 这次进犯的猛军 已是匹马乌龟 胡强 汉强 鼠卫胡 鼠卫汉 经历这一仗 董文用 已开始重新思考着这些问题 李霞有答案 他的答案 在百年后 数百年后凝练的历史 他努力 想用这个答案 拿给当时这些 深陷迷茫的北人 男人解惑 第765章失望 长安 无前 由他的孙子 吴泽扶着 缓缓走上了 长安城北面的树楼 由树楼中看去 可看到城头上的火炮 由毡布盖着 还静静摆在那里 前些日子 差一点就要点燃这火炮 以迎击猛军 长安城外 其实并不空旷 北面便是龙守员 与堂皇宫的旧址 如今虽无城墙保护 以日渐繁华 很难想象这一 炮轰出去 会是怎样的光景 若非李霞 张觉 把刘整所率的 万余探马持军 歼灭在渭河以北 那不论吴钱如何做 长安附近圣灵涂炭 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想到这里 再回想 连西县撤出关中一事 方知连西县 是顾忌着多年治理 这片地方的心血 总之 发生于贤明三年夏秋 接连不断的战事 让吴钱想了很多 关龙 确实难守 朝廷不愿收复 有朝廷的道理 偏偏让他们这些人 守住了 他们当中 有最坚定抗蒙的男人 也有经历了桑乱之痛 而愈发联系名声的北人 以及数不清的 只想好好活下去的人 这群人形成的风气 与临安不同 吴钱就这样 站在树楼中 用他那一双老眼 凝望着这片土地 欲看欲试不舍 许久 一大堆车马 威夷而来 风卷惊奇 带着得胜归来的气势 吴钱领着长安官员 迎出城外 只见大道下 侧马来的李霞 一身戎装 英姿雄武 他以往也常见到李霞 但今日再见 感受愈发不同 从潜水源之战 不免联想到唐太宗 联想到刘文静 于是不免想到 刘文静在唐太宗年少时 评价的那一句 非常人言 大度类于汉高 神武同于 魏祖 齐年虽少 乃天纵矣 连吴钱都有这种联想 这一战对李霞的威望 必然会有更大的影响 当今之乱世 世人最憧憬的是什么 便连离坛举世 喊的也是 复为圣堂之主 王文统 则想祭做玄陵之臣 如果可以 他吴钱 难道就不想当房玄陵吗 世民之仰望 便是这么来的吧 吴钱脑中这些念头才转过 李霞已翻身 下马 扶住了他 笑道 吴公何必来见 未免太兴师动众了 王师凯旋 便是兴师动众 也该赢你赢 你提振人心 好 多谢吴公了 李霞笑应了 待遇吴钱并尖行 却低声道 还不算凯旋 我很担心河南局势 晚些再谈吧 吴公请看 那是何人 吴钱转过头 目光穿过人群 待看到李增伯 不由哑然失笑 老友相见 他颇为洒脱 哑然一笑之后 摆了摆手 有种往事不必多谈的意思 李增伯反而是情绪复杂 初时还能克制 等看吴钱这洒脱神情 一个没忍住 老泪纵横 我听的你 离世之前留下三首 谢氏氏 便知你是为刘宗申所类 唯不知是否假四道主使 入了城 李增伯坐在厅上 在谈起两年前 他听说吴钱死讯时的过往 却是欲说欲激愤 林丁七十翁 剑官四千里 纵非烟杖枯 自无逃生理 哪怕今日见你还在人世 当时兼党迫害之恋 有可见一般 李增伯有愤怒的理由 他派人到寻州查探过 得到的各种蛛丝马迹 只让他怒发冲冠 据说刘宗申到任之后 不止一次对吴钱下杀手 先是遣人在吴钱所住寺院的井中 投毒不成 为了下毒 又涉言邀请吴钱 被婉拒之后 干脆强行把宴席设在吴钱住处 更痛心的是 吴钱的身后事 吴钱是盼着能落叶归乡的 诗云朝廷有志人 硅谷或可计 魂西早还家 吴作异乡鬼 但他是牵扯储位之争 而被贬折的 在没有平反 之前 不具备拂救还乡安葬的条件 因此 李增伯当时探知的是 吴钱的尸体 被安葬在相距寻州六百里的 虎尾山中的荒僻之地 一代状元贤相 死后连葬身之地也无 何等悲凉委屈 可摘莫再气了 莫气了 你已花甲之年 任一方捆帅 岂好哭成这般 我未死 还在人世 义夫兄 你看看你这辈子 李增伯摇了摇头 愈发 激愤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表述这种激愤 只好在念吴钱的绝命诗 只觉字字气血 编马难来洞北风 旅程长测史孤中 群柴横报家谋恶 一份高飞事业空 念到最后那句 欲知千载英雄气 竟在风雷一夜中 想到吴钱差点 必要被一杯毒酒 葬送在那个雷电交加的夜里 李增伯已愤怒地垂着桌案 莫气了 过去了 吴钱叹息不已 道 三首绝命诗 其中两首 是我本以为必死 有杆发 一首 是为了造成我已死的假象 总归是过去了 你莫要偏激 也莫要心生不满 不满 李增伯道 我却是不满 联络朝臣逼着假寺 道罢了刘宗生的官 唉 但又还能如何偏激 说到这里 他语气沉重下来 忠实又吐出了寺的字 国事为重 是啊 吴钱申以为然 国事为重 旁人或理解不了 他们 受如此迫害 竟还要秉承国事为重的观念 但 恰是有这份胸怀与意志 才能数十年苦心支撑 这摇摇欲坠的家国 国事之重 没有这种毅力的人 本就扛不住 故而他们是吴钱 李增伯 个人的荣辱与委屈谈也谈过 哭 也哭过 话题 便渐渐转回正式上来 没想到会是李霞救你 深谋远略啊 守元这个儿子 让人不知如何说啊 无钱难难道 先帝若有这样的儿子 或荣王 若有这样的儿子 倒是设计之幸事啊 义父兄这话 太大逆不道了 是啊 这话里第一层意思 对当今官家 便尤为大逆不道 我被贬折寻舟 不冤 不冤 提到当今官家 李增伯也是无言 他揉着额头 一会想到潜水员战场上 李霞轻率骑兵 截断猛军的英勇之姿 一会想到 在临安数日听闻的 有关官家那些荒唐之事 更不提无钱这一辈子 屡次在朝中受到的迫害 再相比起这一年李霞的对待 更不知说甚才好 唉 终是一声长叹 之后 李增伯道 我不能谋你 六十又八矣 无钱撵着长须叹道 答非所问 又道 你小我三岁 亦不年轻了 你这是要我莫在管身后之事啊 不然如何呢 无钱反问一句 拍着膝 漫不惊心道 无可奈何了呀 但无钱摆摆手 笑道 故有重逢 谈谈诗词 才对 当年你我诗词 唱和 我填问匈奴未灭 抵士兔球 你填谁为把中原一战收 问 纸巾人物 岂无安时 至今回想 你我这些词句 牢骚太多了 他们这两首词 一个探匈奴未灭 却要隐居了 一个 问天下是否还有谢安 但这种悲观 却像是刻到了 大宋文臣的骨子里 说来说去 都是悲观 你我为何 就不能如月五目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区 壮至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凶母血 你我为何总是人间事 静悠悠 且且 默默修修 为何总是微蓝外 渺仓波无极 去去归修 无钱话到这里 往前一清 问道 以往连谈收复 都是欲语还修 但你不觉得 近年来振奋了许多吗 你我垂垂老矣 便只管振奋 有何不可 李增博感慨不已 连收复都欲语还修这几句 他们对朝廷起 就是毫无不满 义父兄 你莫非是 不 我每每向李侠 尔提面命 教他忠君报国 可我一介老朽 除此之外 又还能如何 尔提面命 忠君报国 李增博反问一声 犹绝不安 近来常想起一句话 无钱又道 如何言之呢 周 所以比人君 水 所以比黎数 水能在周 亦能复周 可摘以为呢 话不必说透 李增博以会议无钱的意思 他本该是来遏制李逆之势 没想到还没开始对付李侠 立场 已有了这些的变化 而李侠还根本都没对付过他 却有大气量 想到这脸 让人心中 不由又浮起一个评语 大度累于汉高 神武 同于魏祖 李增博到长安 既有见见老有这样的私事 更多的 则是为了 在回龙溪前了解清楚 接下来的形势 换句话说 才歼灭阿树 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到长安 进行军役了 入城烧歇了一会之后 李增博与无钱 转到辅属大堂上 只见不少文武官员 已经到了 李侠没有换掉那一身戎装 脸色并不是太好 先总结 今年下房 秋房 一句话 把许多将领带回了以前年年 遭猛军入扣的氛围 又要开始 年年防猛弩入扣了 我们连接 打了几场胜仗 兼猛军近三万 但从南洋 黄河 也亿余万 更有五万五股百姓受难 李侠对此很不满意 他不愿与蒙古进行这样的 消耗 因此 他首先明确提出了 他往后的战略倾向 我们必须往外打 把敌人堵在家门之外 这是下一个阶段的战略 请诸位 都仔细想想 如何做到 明日继续 就此商议 现在谈形势 林子 你来说 李侠意识时 与林安 完全是两种作风 他总结 提出 目标 简明恶药 而他对情报的重视 也是世间少有人能及 林子已站起身来 却有些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架势 据山东 河南方面情报 下跪已被张洪略击退 李坦被为济南 已有败亡之势 只怕京东猛军 就能抽出手来 转头弓穿闪了 第766章 快错过的机会 李侠有些疲倦地 往太师椅上一靠 碰到背上的伤口 所以又重新作证了 面对堂中这些心腹鼠臣 他也懒得 再摆出大圣后的威风 表情不算太好 这次虽然除掉了留者 阿硕 看似大圣了 但他还是觉得 亏了 因为李坦举棋这件事 是李侠从好几年前起就知道的 都准备好了 要好好地利用一番 狠狠地从忽必烈身上 挂下一片肉来 最好是去河南 原本该趁李坦举棋时 出兵开封 给史天泽 董文炳一个重创 逼张家投顺 李侠一直在做这些准备 结果 先是张武郎被逼走了 伯周 不再在张家手上 之后 阿里布哥败逃得太快 完全出乎了李侠的预料 李坦不得不仓促起兵 攻 河南的计划 其实完全被破坏了 等收拾了杀入关笼的两支猛军 李坦之乱已快要过去 李侠当然不高兴 但他也在思考 是否对阿里布哥 李坦 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人 终究还是得靠自己 堂上 林子 还在叙说山东 河南的情报 李增伯很气愤 认为 李坦不该这么快败亡 李坦将败亡 依据在于 于济南已经被围死了 那城中粮食还能撑多久 林子说着 走到地图前 开始指点济南周围行事 要知道的是 蒙古国在山东 有三家实力雄厚的侍侯 即东平岩石 济南张荣 一督李坦 济南是张荣的地盘 李坦很早就想拉他一起造反 曾私下以马蹄精相赠 张荣拒绝 并把李坦谋逆之事告了 这也是为何李坦一举棋 便攻打济南的缘由之一 问题在于 济南虽攻下了 但李坦却被围在城中 李坦被围在济南 甚至不如被围在异都 我们不知济南的 粮草具体有几何 但据王饶抵达之后 传来的书信分析 我们不认为齐步 还能撑到十月 李增伯在地图前看了许久 佛 无奈道 为何早不突围 趁使天泽被拖在南洋之时 难撤 李大宋连成一条防线 李大帅说笑了 李坦既攻下济南 占了地盘 岂有放弃的道理 他若能再撑半年 我们倒可再出兵河南 李增伯想得很好 打败了阿树之后 关拢兵马 也要休整两个月 到时攻打洛阳 开封 可与下跪配合 如此一来 局势就非常有利了 结果 这边才击败了阿树 东县的战事已经如此了 因此 话到一半 李增伯已停了下来 他当然懂 只不过是太可惜这个机会 林子当李增伯是真不懂 还解释道 撑不了半年 末将方才 说了 李坦连十月份都撑不到 不等我们出兵 猛军已经掉过头来攻我们了 堂上旁人都不想说话了 时到今日 就也没办法就李坦 只能当作是故事听 再说大宋支援的兵路 下跪领中路军 一度攻下了伯州 有进攻开封之事 但到了七月 张宏略迂回绕道 从路一出发 不攻伯州 而是乘战船沿窝盒而下 一路绕到了 窝盒入怀的窝口 众人看向地图 年轻人打仗 天马行空啊 无前叹息道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下跪攻开封 都攻到半路了 深入猛军境内了 张宏略却是根本 不管 反而绕道至两国交界之处的淮河 张宏略杀至窝口 截断了下跪的资中线 下跪只好连夜退兵 途中又遭张宏略伏击 被追杀殆尽 物资损失不计其数 李增伯俘额 这一战 他帮不了下跪 当时他正被围在拱昌城 但从这一战中 却可见大宋收复中原的困难 首先便是 需要大量的物资与补给 需要漫长的资中线 反观猛军 根本不在意 一城一地的得失 迂回包抄 无往不利 林子又继续道 大宋另一路援军 青阳孟延部 于六月兵临苍州城下 猛攻苍州 但之后攻势受挫 又失去了下跪在侧翼的掩护 不敢孤军深入 朝廷命他迟远济南 而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青阳孟延已绕过济南 从异都撤回宋靖了 无前看过 甲四道发给李霞的公文 遂问道 海军你 海军 有无音讯 一世的诸人 实在无甚可说的 许久 无前才从无奈中回过神来 道 该担心的是 猛军灭了 李坦之后便能抽出手来 带入了东 黄河结冰 猛军会再次来犯 不错 李霞道 这也是我方才说的 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最好能够以功带手 遇敌遇门外 董文庸坐在堂中 漫不经心的样子 下跪拜 青阳梦言拜 李坦要拜 这些都是 他早早就预料到的 当时他大哥回真洛阳 他就是这么分析的 全都猜中了 董文庸唯一没猜中的 就是自己败于李霞之手 成了俘虏 其实 他还没答应归顺李霞 只说 要考虑一下 怎么说呢 为人臣者 谁不想要一个灰红大度 英明神武的英主 但总不能贸然害了家族 慢慢考虑为妥 奇怪的是 李霞竟已 让他参与这样的军情议事 董文庸脑中灵光一闪 很快有了推测 李霞 也许会故意让自己听到 某些重要军情 在假意露出破绽 放自己回到洛阳 传递假情报 看来 是要用反剑计了 才想到这里 便听到李霞 开始问话了 艳才 你怎么看 艳才是董文庸的字 李霞直接称虎 便是将他当私人幕僚 来用 既不像称联西县 张觉那样 善辅兄君欲兄 也不像称无钱 李增伯无功理功 因为毕竟是俘虏 董文用回过神来 心想自己分明还没答应投效 为何偏要项巡 但想了想 他还是硬道 我比诸位更了解蒙古形势 并不认为 蒙军会在京东再攻关笼 是吗 无钱反问一声 董文用道 之所以留整 阿树 须先攻关笼 便是为了让蒙古大军 在平定了离坦之乱后 能尽快占据关笼 但如今这两部人马已被全歼 蒙军 已难以宿定关笼 而你们虽胜 却兵力受挫 无力作乱 顾尔蒙军更可能先罚阿里布哥 当然 你们也不必想着 出兵河南支援离坦 我大哥早有准备 他这话说的 也不知是站在谁的立场 有种忽必烈 现在不打你们 你们也要老实点 别惹他的意味 堂上很快就响起好几声冷哼 杨奔禁止向李霞拱手 道 郡王 我看他是故意这般说 让我们掉以轻心 董文用冷笑 道 爱信不信 冬日便见分晓 他本就还没想好 要不要归附 才提了意见 马上被人反驳 心中不痛快 干脆闭口不言 李霞似乎也没有太重视他的意见 这日军役到最后 说的 还是防患于未然 不论猛军京东 是否会再次犯禁 我们都该尽快做好准备 现在开始重新调整防线 李增驳出了服属 走过长安城 这八百里秦川被收复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来 也不知还能来几次 自是该好好看看 他换了一身普通老汉的衣裳 走过东大街 绕过钟楼 登上广级街的一间酒楼 坐在那看着人来人往 脑子里 又想到今日一世时 李霞说的那些话 李公 带手 拒敌于家门之外 但打出去 也难 太容易像下跪那般 被迂回包抄 劫了 资重 地图早已刻在脑中 李增驳想着想着 呼听的长街上 响起了驼铃声 他末地 起了一个念头 这念头一开始 显得有些不真切 但越想 他越觉得兴奋 最后干脆菜也不吃 静止又赶向腐蜀 李公 请他进来 腐蜀中 李霞正对着地图揉额头 听了通报 马上便应了 他们也不提现在的所作所为 到底是在为谁效命这个问题 李增伯大步上前 直接开口道 李坦撑不了太久 留给我们的时间 太少 郡王想要以弓带手 但若要攻山西 河南 面对的是中原诸禄士猴重兵 难 何况我方水师尚且不成熟 度过黄河 只怕是回不来 他这般 直接冲进来 招呼也不打 显得颇为莽撞 李霞却马上进入了李增伯的节奏 不错 李坦之乱没能利用好 让人失望 但东面确实打不了了 我们的粮草也不足 支撑不了今年累月的战士 东面难 西面 却可以 李增伯看向李霞 眼神正重 颇为突兀变道 不需粮草 只需给我两万起兵 可打下西凉 何套 李霞也不亚议 反问道 李公能做到吗 蒙人能做到的 我们有何做不到 若要手拢西全境 四万余人 由不足 而阿树心败 梁州空虚 两万人即可攻下 我认为董文用所言不假 忽必烈 有有阿里布哥这一大敌 但恰是如此 反而更该捉住最后的机会 趁李坦未灭 忽必烈欲罚阿里布哥之际 先从他身上 割下一块肉来 李增伯画到一半 忽看到 那张摆在岸上的地图 他不由愣了一下 只见地图上梁州的位置 早已被李霞画了个圈 且已画了几条行军路线 这时 李霞与李增伯对视了一眼 道 我也是这般想的 既然没能从忽必烈左腿上 割下一块肉 那不如试试 从他右腿上割 第767章 树边册 屋外忽然下了大雨 分明还是午后 天色忽然暗了许多 李霞转头一看 起身关了窗 添了两只火烛 邀李增伯坐下坛 用冰 不是小事 往西打的想法 还只是击败阿树之后的这几天 突然冒出来的 并不成熟 显然有太多事需要斟酌 但李霞开口 用一句话定了基调 打 我们必须得打 还得称呼必烈 还有李坦 阿里布哥 这两个敌人的时候 先出手打 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李增伯精神一震 他从长安大街赶来的一路上 也考虑过李霞 也许并不肯支持这个策略 此时却已感受到了 对方淫纳上的气概 正是这种临安朝廷不具备的气概 让李增伯到了关笼之后 坚决如鱼得水 恰如无前所言 只管振奋 也确实是振奋 若给当今行使打个比方 忽必烈便像是一个壮汉 先挥动大棒 把阿里布哥 这个残暴又胆小的壮汉赶跑了 再一手掐住小兽子 李坦的小细脖子 一手摁住李霞的头 宋婷则像是个面黄肌瘦的病弱之人 趁机冲上来 想给忽必烈一刀 踩到面前 被一脚踹飞了 这个方势力里 李霞就向着幼童 头被忽必烈摁住了 虽说用力咬了 忽必烈一口挣扎出来 却也跌了一个大跤 爬起来一看 病人已被踹飞了 小瘦子也快被掐死了 另一个瑟利内人的壮汉 还是躲得不见踪影 换成别的孩子 这时便该跑了 李霞不跑 还想给忽必烈捅上一刀 当然 他没有积蓄 粮草 兵力都不足 这便是他被比喻成一个孩子的原因 这一刀不好捅 往哪捅 怎么捅 就成了 务必考虑清楚的问题 往东打 或是往西打 其中有大区别 李增博是饭吃到一半才跑来的 胡子上 还沾着汤子 一边擦了一边又倒 东面的猛军有防备 且高层坚强 大军云紧 使天泽 董文炳都等着灭了李坦之后 对付我们 西面不同 西面地广人稀 猛军兵力不足 且不知我们有骑兵两万 此为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李霞提笔 在纸上写了几笔 此时 不能打东边 该打西边 笔尖再往下一移 下面还记了零零总总 许多要考虑的问题 往西打可以 先定目标 我们该打到哪里 换言之 我们哥多大一块肉回来 河西四郡 核套 李增博毫不犹豫 这大概就是 西下的疆域 东进黄河 西界 玉门 南街小馆 北控大漠 李霞亚然 他在地图上 只标注了梁州这个位置 确实没想过 要在现在打下整个 河西走廊 更遑说河套了 从地图上看 只算从六盘山 到梁州这个范围 就已经比关中大很多了 我们有这个实力 凭我们的实力 最多打下梁州吧 李霞问道 河西走廊 与河套地域 意义重大 得之则 关中稳如泰山 失之则中原不守 李增博并不回答 有无这个实力 开口 却先说异议 河西走廊 为抵御西部诸藩之天然屏障 东连关笼 西通西域 南街河黄 北达蒙古 正是天下要冲 国家范围 李霞知道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 简单来说 这是一条咽喉要道 东边是中原王朝 西边是游牧民族 以前的匈奴 现在的蒙古 谁占据了这里 谁就掌握主动 中原国力强大时 河西走廊 是向西北扩张的跳板 国力衰弱时 它是抵御外敌的战略要地 一个对比 汉武帝命获居病 两次进军河西 在河西走廊建立四军 将防御前沿 推进到蒙古高原 有利保证了 整个汉王朝的稳固 反观宋朝 不能将河西走廊控制在手 只能龟缩一语 最后陷入 被团团包围的尴尬境地 再说 河套 蒙军若至燕山南下 必经过沙漠 即使是他们 也不可能奔袭上千里 而无补给 在何处补给 河套 蒙古正是占据河套 故能以此地方牧羊马 积蓄力量 随时进攻中原 而若我方占据河套 以此地 可作为战略粮仓 利用崇山峻岭 闭关聚首 河套的意义 李侠 也不用李曾伯多说 还是那个对比 汉王朝占据河套 对匈奴虽远必诛 而宋朝没有占据河西 河套 或许再加上燕云十六州 因此 始终处在战略被动 只有挨打的份 这也是为何宋军 年年打胜仗 却根本没办法 逆转于蒙古的强弱之势 包括李侠重生多年以来 也是现在才渐渐发现 自己以前的眼界太小了 以往说什么 川鼠是宋朝的门户 汉中是川鼠的门户 当中原王朝连中原都没有 要把川鼠作为门户 着实是太心酸了 看看汉唐的门户在哪里 才能明白 为何宋朝一直挨打 一直挨打 才能明白 为何凶奴 突厥没能那样 欺凌中原王朝 而蒙古可以 这次 李曾伯在陆西挨了打 痛定思痛 又或许是与吴前谈过之后 想到自己六十余岁高龄 想要捉住这最后的年景 最后再成就一番功业 他渐渐显得激动起来 哪怕不敢比获取病 他也想效仿在安时之乱后 为大唐收复何锡的张义朝 何锡沦落百余年 陆祖萧关燕信息 赖德将军开救路 一阵雄名天下之 若说张义朝克服何锡走廊 是百年左任 赋为官长 石郡一离 锡出汤火 到如今 历经五代 西夏 蒙古 左任了几百年 那是数都数不清了 李增伯不仅是想要这份功业 也是因着想到 都觉得沉甸甸的痛 以及沉甸甸的责任 两人又说了许久 李霞一开始 真没想要吞下河西走廊 与河套那么大的地方 听李增伯一说 他确实有些被说动了 拿下这样的战略要地 对忽必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也确实只有这最后的机会了 但他还是很冷静 铁笔在纸上又标注了几点 陈英道 下一个问题是 我们打得下这些地方吗 打下之后又如何守 李增伯虽是今日才思考这个问题 确已有了大概的思路 若有两万骑兵 足以攻打了 这片地域基本是西夏国故地 看着虽大 实则人口并不多 说到河西走廊与河套的人口 英大宋基本就没有占据过这些地方 也只能依照对西夏的了解来进行推断 宋军对战西夏 屡战屡败 认为西夏有五十万兵力 再考虑到西夏无兵民之别 有势则举官来 那西夏人口最盛时 也不过在两百万人左右 其疆域虽广 却有太多沙漠 人口集中在周城附近 在这本就地广人西的情况下 蒙古对西夏的屠杀 也只需要用灭族两个字来概括 河西走廊与河套平原上 生存的原本是党像人 党像是一个融合了各部 高度汉化的族群 现在被灭掉了 被灭掉的意思就是 它已经消亡了 没有了 整个文明被抹掉了 除了被屠杀殆尽 幸存的党像人 一部分归顺蒙古 成了蒙人 至此 整个河西走廊的人口更少 基本都是蒸发来的 探马赤君 从草原迁来的牧民 西域通商的色母人 以及扩端一系 从各地掳掠来的大量屈口 河西走廊地域虽大 却只需攻下西粮 甘州 宿州 瓜州等地 及汉武帝所设的河西四郡 李霞一边听着 目光看去 见李曾博的手 一直捂在膝盖上 想必是年纪大了 今日一下雨 风湿发作 雨滴打在屋檐上 响个不停 李曾博与李霞 也常谈了很久很久 他们所谈的事 绝不容易 也必然面对蒙古军队 强烈的反扑 奇怪的是 对此保持冷静的是李霞 而年老体脉的李曾博 反而更有种少年般的冲动 活到这把年纪 我已不剩几年了 用这最后数年 为中原将这西北门户夺回来 班超久在绝育 年老思归 但愿 升入玉门关 我不同 一世偏安 唯盼能死在玉门关 事业 李曾博回到驿馆 甲四道的祥坛 为宝大宋 设计 除掉李逆马 相比于今日与李逆相谈的事业 孰轻孰众 怎么选择 是该愿将腰下剑 只为斩楼兰 还是该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还是该碎碎金和富玉关 招招马侧与刀还 还是该淡使龙成飞降载 不交虎马杜鹰山 汉家男儿的志向暴富 写在唐诗里 李曾博干脆翻身 而起 铺开纸墨 遇写封书信 逊一逊 甲四道 然而笔尖才落 又绝与那江南水乡里的平章功 无甚好说的 于是与甲四道说 多懒得多说了 干脆写下了一首以往做的诗 那是 在襄阳时 经过龙中 借诸葛亮永至的诗 烛光 忽明忽暗 李曾博奋笔集书 留下一列列金钩铁画的自己 老满晚当汉到我 黑云处天月星破 英雄虎海英如想 独向南洋静中作 当时不欲留玉洲 暴昔吟孝 谁为仇 本图一缕附下四 岂为万户深寒仇 空存一妙千载后 过者由之坦为诱 乌乎龙忽如有灵 何使胡英落 天狗 毛笔被置在桌上 李曾博推开窗 向希望却 吐出一口浊气 顿绝胸襟一阔 这一首旧诗写的是 诸葛北伐 是附下四 是官长又坦 是汉道永昌 多年过去 当年永的志向 还在 第768章攻势私事 长安的这场雨下得很大 一队马车 由永宁门进了城 停在了辅属前 韩其安先连向外看了一眼 也不等人拿伞来 抬手遮着头 便往里跑去 不理会身后一声声呼喊 中郎 中郎慢些 韩其安官不大 任从事中郎 属于王辅属官 管理王府各类事务而已 他跑到廊下 长安辅属中 官吏们见了 都大吃一惊 连连行礼 不必多礼 引我去见郡王 长安辅属 自南向北分为武唐 美唐又有牙涉若干 层次分明 前方是赵壁 两侧各有一个圆门 东魏整刚赤济 西魏查理安明 通道尽头过了一门 两侧为科房 是官吏们务事之处 再往前是大唐 东有四间官厅 西有四间己房 大唐名秦是唐 门外迎连上书行赏 为求福众志 清秦端在立官真 在北面的二唐 才是会客一世的地方 韩其安匆匆赶上前 正遇到杨奔 宋和 胡乐根 李泽宜等人出来 杨奔走在最前 神色严肃 目光正直直看着前方 有种舍我其谁的气势 宋和正拍着李泽宜的肩 像是在勉励着什么 胡乐根则凑在他们旁边 仰头插话 脸上带着笑意 韩其安先是暗想 这些骑兵将领们 好闲 竟没去束手地方 再一想 便知他们聚在着长安腐蜀 必然是又要有战士 还真是征战 不休 让人心神俱疲 到了议室堂 远远便看见一个将领 从堂中出来 其人名叫萧全 曾经随刘远里偷袭关中 被俘虏过一次 后来随刘家一起投降 其实这种 刘家救部 才是如今李霞 麾下骑兵将领的大多数 李霞 见过萧全 正在给手臂上的伤口换药 那伤口还没结痂 看得出是个带到钩的箭头刺中的 挖出之后 又有皮肉被翻开 阿郎又受伤了 拿了一块帕子 递给韩启安 让他擦干头上的雨水 道 反而是岳翁身体不好 不该淋雨 韩启安不太敢担着岳翁的身份 烧欠了欠身 说起汉中的各种攻势 今年的秋收 已经过了 贤定三年积累的粮钱 基本也应战时花出去 可喜的是 南丝绸之路上 有了贸易往来 烧有些基于 各种劝影 发行的还算顺利 平陵王府 已能得到川陕民间基本的信任 江南那边 金银官子 却比之前的惠子还贬值 因此 川陕的劝影 渐渐在降临 襄阳等地 私下通用 棉花的种植 稍见成效 王府施行了 让蜀地每十亩田地 种一亩棉花的政策 且 可以棉不抵税 说到这个 能否临时 再感知出两万件棉衣来 李霞忽然开口 打断了韩启安的叙述 莫不是京东 要向北面动兵了 韩启安亚一道 准确而言是 西北 李霞也不瞒韩启安 开口便说了 想要占据河溪走廊 接着再图河套的想法 听到最后 韩启安免 须沉吟 缓缓道 怕是吃不住吧 先攻下梁州 再由李增博 屯兵于河溪四郡 隆熙的防守压力 能轻不少 倘若京东延安 同关 以及黄河沿线战事有变 又如何 所以才该打出去 先占据主动 还能寄望着我不打他 他便 不打我吗 这样接连作战 耗费太大了 钱粮耗费 该算 李霞道 但不能算得太清楚 算得太清楚了 反而更容易做糊涂事 他说着 随手把今日找来看的那些 关于宋与西夏战士的记载 丢到一旁 大宋的士大夫 从来都算得清楚 在将士奋死血战 一次次击败外鲁的时候 算得出还是杀粮将 换和平 更为划算 徽宗一登基 旧党便把收复 河黄地区的王瞻流放逼死 把将士玉学打下的西北六寨 甩手割让 他们当然有理由 说起来也是 丝丝入扣 条理清晰 但李霞懒得分析了 这次 不管耗费多少钱粮 不管划算不划算 便是倾家荡产 就当买一个振奋人心 谢一谢 这大宋将士的愤闷 提一提 汉家哪儿的兴起 韩其安该提醒的提醒了 见李霞主意已定 也不多劝 先是将一英钱粮调度之事 硬了 又问李霞 何时归汉中 李霞摇了摇头 道 李曾博想 要领两万七稀讨 他怕是做不到 方才见了萧全 如他这般的刘家旧将 李曾博 很难如臂 指使 我到梁州一趟 为他坐镇吧 也是 韩其安明白李霞的顾虑在 何处 少带 或不带粮草 孤军深入 需要在军中有极高的威望 李曾博年纪虽然大 这龙西不过一年 必是做不到 老人慷慨激昂 也赴战略眼光 但以李霞的 做事态度 不可能任由他去冒险 明白归明白 韩其安也叹了一口气 到 阿郎离家也大半年了 倒不如将之所 迁到长安来 也想过 但带川鼠明星 大定了再迁 也不迟 谈过了公事 韩其安才说起私事 他给李霞带了一大碟的家书 因为韩巧地信 最方便 写了特别多封 李霞也想家 渐渐真的明白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经当中的情绪 而在李霞看这些信的时候 韩其安想了想 还是问道 听说 张六郎击败夏贵 重聚伯州了 嗯 河南局势可惜了 张家果然有实力 对了 还未恭喜阿郎 喜得贵子 韩其安道 听巧说 阿郎这次本希望要个女儿 球盖女双拳 侧王妃 则是又生下了儿子 知道岳翁想说什么 放心吧 且不说天地之广 只说蒙古国如今之降狱 三五代人 分封治理 尚且难以巩固下来 没什么好争的 李霞随口说着 眼睛也不抬 又道 我心里有数 七月初七时 张文静生下了孩子 男孩 李霞本想 龙溪之战一打完 便回汉中 结果又打丧公粮州 难免心中挂念 至于这个刚出生的次子 对于张家有何影响 或许会有些影响 关键在于主动权在谁手里 李霞翻开张文静的信 只见上面先是说了许多小事 又在小事中 掺杂着表达各种想念 最后 他问她 是否将孩子的事告诉张柔 并付了一封信 若她同意便 直接递往北面 好歹也是这儿八经的夫妻 生了孩子 得让外祖父知道一下 李霞不由笑了笑 没拆开张文静给张柔的信 而是又写了一封亲笔信 并在一起送往宝州 燕京 张柔缓缓打开一口箱子 只见里面满是书籍 他缓缓捧出最上面一本 倾服了抚封面 递给了王厄 王厄曾是金国状元 如今忽必烈的诏书 多出自他手 此时王厄双手捧过张柔递来的书 摊开看了看 道 这代表着蒙古国要为前朝修始 也代表着 他维护正统 蒙古再也不会像灭西夏时那样 完全抹杀掉一个文明 千万生灵之幸事啊 王厄感慨 陷了 金十路 朝廷能为前朝鞭使 我最后得心愿 已了 张柔道 可以治世了 王厄颇为亚裔 京道 张公这便治世了 不错 张柔道 想请陛下云六郎席直 他这是让王厄也帮忙 说话的意思 正好借着这个张宏略 击败下跪 收复伯州的时机 王厄确实有些疑惑 问道 但依陛下心意 恐是更主意九郎吧 张柔心意坚决 摆摆手 不再就此 多言 把王厄送到院门处 道 状元宫慢走 看着王厄离开的背影 张柔微不可觉地叹息了一声 想到了许多往事 三十年前 他随拖雷攻打汴京 当众放言我用兵以来 杀人多以 岂无冤死者 从今以往 非与我为敌作战者 是不杀也 结果 金帝逃到汝南 城中京军四战 依猛军惯例 凡拒不投降者 一旦城池攻破 则图成 那句非与敌战 势不杀也 言犹在耳 张柔已下令 图了汝南城 当时每一个兵士 牵着十余个俘虏斩杀 他 只在其中救下了王厄 这样的文人 如今活到老了 最近却总想到 当年这些事 汝南被图后的情形 浮在眼前 让他莫名的心计 担心会报应不爽 疑惑子孙 大帅 大帅 张柔 回过神来 便见一个信使 已赶到面前 大帅 伯周急信 张柔目光看去 迅速抢过那三封信 快步赶回书房 其中两封虽无署名 他却知道是谁写的 他把张红瑞的信 丢在一旁 先拿起那封张文静的信 之后 转念一想 转而先看 李霞的信 阿树死了 看到一半 张柔终于是脸色一变 却还自言自语地 说了一句硬话 小兔崽子 但李坦都快完了 你已失去了一个强缘 攻下洛阳 开封 局势 未必不能影响他的决定 现在显然是晚了 河南已被忽必烈稳定下来 再往后一看 得知女儿已生了孩子 张柔的神情 却无奈起来 第769章 分工业 济南西城外 猛军大营 张红范巡视过战场 策马赶回营中 听清卫禀报了一句 李家郎君来了 正在帐中等候 他遂连忙赶向大帐 帐连一先 一个年轻人已起身 九郎 德清兄 张红范上前 道 你攻下资川了 如何 家小可安好 已攻破资川 救出我的家眷 李恒笑应道 资川已定 赶来增援 就 数百人马 旁人瞧不上 想在九郎这里下营 他年纪在26期 面容俊秀 举止贵气 穿着一身猛军的戎服 算是蒙古将领中 最文雅的面貌了 李恒是西夏 王室后裔 虽说西夏灭国最惨 王族屠戮殆尽 宫殿数销毁 王陵决第三尺 但也有一只漏网之鱼 早在夏神宗在位时 西夏一边受着蒙古截略 一边还依附着蒙古 穷兵独武帝 去帮蒙古攻打金国 当夏神宗命太子李德仁 统兵打金国 李德仁坚持连京 拒步领兵 夏神宗气愤 一举废掉了李德仁的太子之位 把他囚禁在灵州 后来 蒙军攻破灵州 李德仁不屈就死 当时他儿子李维忠才七岁 也想追随父亲殉国 蒙古宗王 铁木珍的弟弟何仨见了 收养了李维忠 何仨死了之后 次子一项哥最为显赫 李维忠也追随着一项哥里的功劳 被封为资川的达鲁花赤 李恒是李维忠的次子 从小就留在一项哥王府当人质 被王妃当作自己的儿子一般 抚养长大 他年长之后 回到山东 去年发现 李潭准备举其造反 随李维忠弃家 而逃 倒燕京 告状 此番也算是表了忠心 立了功劳 李坦恼怒李家父子行径 遂将其满门压于资川狱中 李恒这次便是领兵救出家眷 再来围攻济南 此时李恒说完了这些经历 张洪范也是唏嘘 德卿兄终于国事 陛下必不搏待 不谈我了 李恒摆手 把话题转到张家身上 道 听说 你六个击败了宋军 收回了博州与河南诸城 可喜可贺 是啊 张洪范笑道 六个一向有大本事 又听父亲话 他已在帐中翻了一回 没找到酒 招过清卫去别处拿一坛来 酒廊呢 工程也有数月了 可有斩将夺旗 没有 张洪范静止摇头 弹开手 道 一滴血还未沾 李恒指了指他 笑骂道 帐中无酒 我看你未曾懈怠 有酒有酒 你看 这不就来了 张洪范大笑 结果 清卫找来的酒 坐下 给李恒倒了一杯 道 德卿兄 前阵子在滋川 怕还不知济南这边的账况 我来给你说说 多谢 史帅赶到济南之后 与何必赤宗王商议 认为 离坛轨迹太多 且兵马精良 不宜强攻济南城 当围城困死离坛 所谓以岁月必知 这是稳操胜券的打法 李恒听得懂 打离坛与打阿里不歌不同 没必要损兵折将 因此 诸禄侍侯都想保全实力 这也是 为何需要史天泽来统一指挥 能保证众人的利益 才能得到众人拥护 史天泽懂得这道理 稳操胜券 李恒笑道 那更重要的就是 看谁能分到公王了 是 只看谁能分到公王 两人会心一笑 碰了碰酒杯 李恒抿了酒 向帐外看了一眼 评价道 你守得这地方不错 李坦很可能会从此突围 少不了你一份公王 史帅带我不错 诸禄军中 只有史哥那道防线 比我更好 史哥在哪 西南 恶守立山 一谢 李恒点点头 道 确实是李坦最有可能走的方向 史帅的亲儿子嘛 张洪范往前烧清了亲 道 到了济南 我才知道 父亲真是老谋深算 我出战前 他便告诫我要找险帝 助营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李恒大孝 哪有甚险帝 这里不是在打仗 是一场分润功劳的宴席 是诸禄侍侯 把年轻一辈的子弟 拉出来亮相的一次机会 张洪范话锋一转 却道 这两个月李坦已开始突围了 但 他一次都没有攻击我的防线 哦 李坦畏惧九郎之名 张洪范大笑 颇为张狂 然而 他眼里却没有笑意 稍微笑了一会 便停下 素容道 不闹了 我还不至于中了这样浅显的骄兵之计 李坦期我年轻 当我不会领兵 以为一直不来攻 我的士族 一定会心生懈怠 李恒道 我等他来吃个大亏 聊到这里 大雨倾盆 而落 帐内的地上 也满是雨水 张洪范连忙去冒雨 去抢修房室 到了夜里 便听士族说 史阁依托和剑修筑的防御工室 毁了 木炸 全被冲垮了 张洪范自语一声来了 遂向李恒道 德青兄 是否到史家大郎处下营 不了 我指 这点人马 再奶都是一样的 难得能与九郎并肩作战 九郎不嫌我分热你的功劳便好 自是不嫌 那今夜 便看史阁独领大功 事业两人抵足而眠 半夜 果然被 动静惊醒 爆 李坦夜袭南面使将军大赢了 下棋吧 李恒道 等等战报 看史阁如何应对 张洪范打着哈欠 随口道 看吧 史阁一定又要闹出些意识来 显得他 英勇 旗下到第三盘 果然 听得探马来报 说是史阁亲自反击 杀至李坦大盗下 投掷火炬为号 一举破敌 德青兄觉得如何 这故事 勉强能在战报记一笔 不 陛下一笑 不错的亮相 天光微亮 王饶站在济南城头上 望着最后一只残兵 退回城中 眼中满是无奈 对李坦失望透顶望 李坦是他姐夫 以前王饶怎么看 都觉得姐夫是当时豪杰 心怀大志 无勇绝伦 虽知道李坦不善谋略 但没想到是如此不善谋略 回想起来 王饶感到济南之时 史天泽还为率军抵达 当时他便劝李坦放弃济南 把防线拉到江淮一线 与赵宋联合防御 这是韩其安让王饶转告的话 既是李侠的意思 也是王饶的意思 局势很清楚了 王文统一死 李坦根本不可能再指导燕京 那就只能退 须之忽必烈 还有阿里布哥这个强敌 只要依托于江淮 依托于赵宋 时不时北上袭扰 往后还有机会 但李坦拒绝了 理由也很充分 赵宋岂可信任 若赵宋可信 当年我父也不会丧命于赵方 赵魁之手 我绝不重蹈覆辙 我联络赵宋 为的只是得到赵宋的应援而已 岂真有头奔之意 便是有 你真当赵宋君臣敢接纳我吗 王饶也是一时雨色 想都能想到 赵宋朝堂上是怎么说的 岂不拒重蹈梁武帝 接纳侯景之负责 李坦不仅是娶了王文统的女儿 还娶了塔茬的妹妹 对蒙古局势十分了解 知道太原路 平阳路 以及河套地区的九原城等地 都是支持阿里布哥的蒙古宗室 树翅一系 茶河台一系的封地 他想要将生事闹大 让天下人感到忽必烈 以岌岌可危 群其响应 王饶跑来镶嵌时 李霞还在南洋拖着史天泽 对此 李坦也有自己的看法 李霞之所以能拖住史天泽 实则是因史天泽 本就无意来攻山东 借机观望罢罢了 当此失局 天下间无数目光盯着 我 岂能退出济南 何该坚守下去 待群其响应 姐夫阿 若有人响应 三十年前就响应了 三十年前 岂有这大好机会 如今不同 李霞若能再拖史天泽一阵子 便是连史天泽也能倒戈 拖不了了 猛军不止 有一路攻关罢 他何为要为姐夫再拖下去 有何拖不了 我守己难 千辛万苦 尚可支撑 他不过对敌那欲战不战的史天泽一路人马 人家不像姐夫 你不管不顾 人家要讲策略 传信于他 只差这最后一步 便可驱逐猛路 为山久任 不可功亏一篑 到时我与他平分天下 又有何不可 姐夫 修在多言 你如此相劝 到底是何目的 王饶于是明白 李坦不信任他了 因为他与王文桐这父子俩 确实起过要投靠忽必烈的心思 也就是如今王文桐死了 他才再次决心 抗猛 不被信任 也实属正常 既劝不动李坦 王饶只好去劝外甥李南山 早做败王的准备 李南山被说动了 且做了准备 李坦是有一只水师的 山东三面环海 李家对海战十分重视 早在李全在时 便知赵宋利渔周师 于是谋喜水战 重金招募驼工 工匠 大造 船只 李坦则修弃了救海城 作为水师基地 这次举旗 李坦本打算水路并进 攻打燕京 然而才攻到济南 就被堵住 如今水师还留在救海城未动 因此 李南山趁着使天 则还未领兵抵达 派出心腹 令其将家眷 不资运往救海城 待局势有变化 他们便打算强行带李坦从海上逃亡 结果 到了9月18日 王饶已放弃带李坦一道离开的想法了 他再次找到李南山 李南山在昨夜的突围中受了些伤 正在裹着伤口 见王饶过来 叹道 回不早听舅舅之言 如今便是突不出去了 姐夫是如何想的 舅舅 何不自去问父亲 他不信我 王饶那大嘴一脸 既是苦笑 又是无奈 李南山叹息一声 道 父亲还想着 杀回一都 重振事业 却不知意都陷落了 没有 听我说 王饶凑上前 低声道 拖得太久了 如今兵马 已不可能突围而出 你我趁乱带着家小桃吧 何以 李南山大哑 舅舅 这是要我弃腹胸鱼不过 苟且偷生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不 李南山很坚决 道 我绝不背弃父亲 王饶拍了拍额头 摇头不已 舅舅 你也不必过于忧虑 李南山只好劝他 道 未必就不能突围 父亲 有办法 是吗 王饶漫不经心地硬着 他心里清楚 李坦那所谓的办法是什么 无非是七张红饭 年轻 打算从张红饭的房线突围 对此王饶不抱期望 但他手里 倒是还有一枚张武郎给的信物 只看能否趁乱带走一些人了 至于李坦 想必只能放弃了 第七百七十章法不择重 王饶懒得听李南山说 李坦突围的计划 转身去找了他姐姐 姐夫打算明夜突围而出 到时阿姐带上儿女青装 简从随弟弟走吧 王之摇了摇头 道 相公若能突围 还能不带我吗 若突围不出 我自是随他死 他四十几许年岁 年轻时是个大美人 如今老了 因他父亲王文筒之死而哀痛 显得很是憔悴 头上还带着白布 李坦这次北征 原意是要直扑燕金当皇帝 妻儿也是带着 这也是王饶陪着他们拖到现在 被困为在济南的原因之一 若非为了姐姐与几个外甥 他早便抛下李坦走了 事到如今 还听王之这般说 王饶实在生气 老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再不走 我王室满门 为李坦陪葬吗 劝了一会 王之思来想去 最招过膝下一双儿女 来 他为李坦生了二子一女 除李南山外 还有一儿名李其山 如今只十二岁 女儿李一珍 十四岁 说来李坦相貌堂堂 王之也是美人 李南山 李其山兄弟仪表出众 唯有李一珍 最像他舅舅王饶 嘴大 言小 说不上 丑 但显然不是美人胚子 但王饶 李坦却是最喜欢这个外甥女 拍了拍他的头 叹了口气 没再多说什么 总之是 接走李坦这点血脉 还能号召异都的余部 带到救海城 那么洪傲娟 忠义军 就不至于完全没了 四日夜里 李坦果然 又准备突围 且如王饶所料 是打算从张洪范的防线上突围 计划是不错 两月来 李坦一次都没攻打过张洪范的驻地 为的便是让齐步掉以轻心 至于为何选张洪范 因为那是最好的突围方向之一 而且张洪范年少成名 但真正统兵上战场 其实是第一次 在李坦眼里 这就是个赵阔 为了这一战 李坦预先造好了飞桥 专门用于搭在壕沟上 让士族们能越过猛军的防势 直接进入张洪范的大营 这种骄兵之计 若用在别人身上 或许能成 王饶却不认为张洪范会中计 他在燕京时 就与张洪范来往过 认为忽必烈用人 确实有眼光 一路上想着这些 王饶跟在队伍后面 眼神颇为忧虑 王之不知是否与李坦说过 派了四个亲卫 带着李其山 李一贞跟着王饶 他们全都打扮成 普通百姓模样 打算悄悄从山林离开济南 很快 夜色中传来了沙喊声 突围 沙 王饶抬头看去 等了好一会 心中也渐渐浮起一些期望 如果李坦能突围而出 那当然是最好 飞桥不够长 猛军把壕沟挖宽了 不等王饶那点期望酝酿太久 前方已有了这样的呼喊 他摸了摸怀里那枚张家的信令 一咬牙 牵着李其山与李一贞就走 随我走这边 放箭 猛军一声令下 箭与射出 将正在翻越豪沟的叛军 尽数射杀 张洪饭不是赵阔 他非常善于治军 军中也没有出现一丝懈怠 寄料到这几夜 李坦要来突围 张洪饭下令要守夜 军中也无人不满 自是轻轻松松 便能击退李坦 他也没学使格弄什么炙火为号 直冲李坦大盗 指他为众骄兵之计的事迹 已足够传到陛下耳中 战了大半夜 李坦只能退回济南城 张洪饭并不追击 这是稳操胜券的一战 李坦只有被困死的命运 不必一个人把功劳抢光 他只下令严守 以免有漏网之余逃走 之后 巡视战场 他确实皱了皱眉 十郎人呢 将军像是回营了 张洪饭点点头 举步便向他实地 张洪郑的营帐走去 李坦不由劝导 九郎何必呢 仗打完了 年轻人熬不住夜 士族尚在清理战场 为将者不能与之同甘共苦 如何服人 张洪饭这般硬果 大步走至张洪郑帐外 夜色中 只见帐外几个士族 动作显得有些慌乱 张洪饭警觉 当即便让人将他们拿下 九哥 张洪郑先连而出 勉强笑道 怎么了 张洪饭不应 继续走向帐篷 忽然 只听不远处 有人喊了一句 什么人 快步一赶 便见有几名士族 在追逐着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张洪饭竟只抢过一把弓 一箭射去 那鬼虫奔逃之人 应声而道 这一箭 只射中那人的大腿 然而却见他毫不犹豫 拔出箭直 当即捅了自己脖子 张洪饭在上前一看 地上那尸体抽搐两下 已然气绝 他不由暗道 对方刚烈 转身向张洪正赤道 怎么回事 张洪正四下一瞄 驱退了周围的士族 才硬道 王饶想逃出济南 拿了五哥的信物 糊涂 你不要命了 这种纵敌之事也敢做 多大点事啊 把一对人调换了 睁只眼闭只眼 当什么都不知道 张洪饭冷笑道 我看你是被王牧桥骗了 五哥平常最讨厌他 岂会护他 真的 九哥 你看信物 五哥说最讨厌王饶 还说最恨李侠 但他如今却投了李侠 闭嘴 张洪饭眼看 骗不到张洪正 干脆直接喝止 问道 你打算掉哪队人 玉符河附近 张洪饭皱了皱眉 让轻卫将张洪正 带下去看好 又招过几个将领 往玉符河附近去搜 格杀勿论 不必留活口 去吧 安排完这一切 他才转头向李恒笑道 让德青兄见笑了 家门 不信 出了叛逆 九郎放心 我不会乱说 张洪饭信得过李恒的人品 点了点头 李恒又到 等到天明 让人瞧见了不妥 我派人帮九郎一起搜吧 多谢德青兄了 你我之间 说 甚谢不谢的 天光大亮 李坦基本已失去了 突围的机会 济南在重重围困当中 又度过一日 而梁氏早已见了底 驻扎于程夕的张洪饭 却是深深皱起了眉 眼神疑惑起来 没找到 是 末将搜遍了附近 所有能藏人处 并未找到王饶 实地 没派人过去 没有 九郎 若说可疑 有没有可能是李恒的人 张洪饭抬手打断了下手的话 摇了摇头道 不必怀疑德青兄 他既能出根状告 李坦谋逆之事 岂有私放逆贼的可能 那王饶 张洪饭思来想去 难难道 许是退回济南城了吧 这日之后 李坦的部下 已开始纷纷出逃 有些逃出去了 有些没有 张洪饭对此松了一口气 意识到 张洪正说的是对的 只要李坦不能逃脱 逃走几个小鱼小虾 确实算不上大事 李坦与宗王塔茬 尚且有联姻 北帝是侯之间 更是盘根错节 难免是要漏走一些人 法不择中 睁之眼闭之眼 也就过去了 自当时加快平定李坦之乱 济南已出现了 人相识的情形 李坦败王 确实不远了 9月20日 沉溃 李坦也心灰意冷 放弃了突围 他竟是在济南俘蜀当中 登楼跳望 提了一首词 妖刀手帕从军 树楼独以间 凝跳 中原气象 胡居吐穴 木烟残兆 王之 缓缓走上楼阁 目光看去 正见李坦在墙上挥笔写下这五句 举目望去 中原沦陷 被葫芦雀巢纠占 而他丈夫继承了一代豪杰抗力的抗争之志 天下皆折腰 唯他还在抗争 事便沧海成田 耐群生 几番惊扰 干戈烂漫 无时休息 凭谁驱扫 百姓受尽了战火 不能修养生性 还有谁能驱逐葫芦 收复中原 今日失败 还有谁 王之是不知还有谁的 他目光看去 只见李坦写到这里 手艺有些颤抖 他虽还未回头 他却能从他的背影中读出悲怆 眼底山河 胸中誓眼 一声长笑 李坦没有长笑 停顿了好一会之后 方才写下最后一句 太平时 向将近年 文文百年烟照 写罢 又难难自语了一句 凭谁驱扫 龙熙年少 百年烟照 丢开笔 李坦转过头 看到妻子 愣了一下 表情中 有种穷途陌路的潦倒 王之拿出一把 匕首递在李坦手里 道 妾身不敢动手 由相公来吧 李坦没说话 失败的男人无话可说 他抱着妻子 用匕首捅穿了他的后心 手认了几个妻妾之后 李坦去了大明湖 他跳下水中 向湖心走去 才走到水及妖处 一人从后面冲上来 一把拉住李坦 相公 何必如此 李坦转头看去 见证幕僚已十分老漫 他只记得齐人姓黄 却已忘了其名字 殷齐也就是个平庸之辈 除了岳父王文筒 李坦身边 又哪有甚高明的文人 放开 李坦魁梧强壮 只怕一个动作 便要将这黄老先声震飞 之后 却又听到一句话 正说到他心坎里 相公为天下不平 一而举世 何必自损 李坦一愣 既是为天下不平 岂可独自一人受死 今日自损 正如了那些侍侯的义 一念至此 他忽然大笑 转身登岸 任由猛军俘虏 这样俘获李坦 其实有些出乎史天泽的意料 他思来想去 不得不向宗王何必赤建议 不必将李坦押往眼睛 在济南杀掉为好 这次的整个评判过程 实际上是由史天泽指挥的 何必赤 作为名义上的统帅 平时很少干涉战士 但此时 却是用蒙古语反问了一句 为什么要现在杀掉李坦 史天泽默然片刻 最后用蒙古语答道 此时才刚刚开始 但也有人低下头 暗自冷笑 想追究 北面阿里不歌未平 关冷心败于李侠 我看到最后 能追究几人